听刚才简单的你们的对话 就完全能感觉到 男士 你在情商上 是个高手 你看你用了几个词 当时我听得特别的有感触 你说我开店了呀 这个时候就不是简单的 去工作 我需要和人家有 感情上的沟通 要呵护这些客户 所以其实你是很知道 怎么用情的 但现在你所谓的 要用感情去沟通 要呵护 这些词汇都没有用到 你的女朋友身上 这是为什么 其实你心里早就有答案了 当年你四处碰壁 婚姻失败 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只有这么一个女人 在你身边 所以那个时候你需要她 我觉得那个时候 你也是真诚的 但是在这两年多的相处当中 你慢慢地恢复了 重新站起来了 你们的感情完全不对等 你为什么不愿意告诉她呢 如果继续这样 两个人在一起都是消耗 你的冷漠 你的不关心 其实你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所以我特别希望 你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感情 如果真的感情没有那么浓了 你告诉她 其实这些话 我也是说给女方听的 我觉得你也不用太过难过 最初那段时间 你们享受就是美好 但是后边这两年 其实你也看出来 你们不是一路人了 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冷静 你让自己平复一下 独立地去过一小段时间 去理理自己情感的脉络 也许你会发现 这个人并不适合你 你适合一份对等的爱情 你们互相支持 互相依赖 互相取暖往前走 而不是一个人高高在上 所以冷静一下 希望你们都有更好的出炉 和更好的另一半 谢谢